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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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行程其实老看视频的朋友应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些话不太方便说 耳雷镜去清理这种比较厚的真具 速度是比较快的 相对来讲是比较快 当然还有如果没有内镜清理的条件 采用丁丁软化的方式 那个相对花的时间要长一些 很厚的一层卷筒状 从外到内 从外道口到骨膜表面 铺得非常的均匀 整个就感觉像摊了一层煎饼似的 一层焦糖样的煎饼 然后上来洒了一层那种椰蓉的白粉 就这种感觉 这种的真菌皮肤的局部损伤相对比较轻啊 剥离下来以后 卡瓦尔道的皮肤接近于正常 黄黑色的那种啊 大概可能是属于毛巍菌 一类的 皮肤会有一些 损轻微的一些损伤痕迹要更明显一些 真菌不同的菌种 对皮肤的反应 局部的反应是不太一样 包括不同的人的感觉 也是不太一样 整个剥下来 真菌治疗呢 清理啊 是第一步啊 尽可能的 在不造成 呃 损伤的前提下啊 尽可能的清理掉 然后抗真菌的 软膏 局部注入 覆盖到这个 人先出现真菌的表面 这是第二步啊 第三步 就是后续的一些预防措施啊 自己不要随意的去掏耳朵 包括像游泳洗澡以后 不要拿棉签 很多人有这个习惯啊 游泳洗澡以后 用棉签去擦拭腕道 这是一个隐患啊 并不是说你擦一次就会出问题 频繁这样啊 有可能会导致啊 它是有一个比例概率的问题 如果觉得潮湿 可以用吹风机吹干啊 这样相对更安全一些 或者等待自然干燥 今天的视频到这结束啊 在此祝大家国庆快乐 我们周四再见